你是我的荣耀 上线5小时流量破亿 24小时破2亿 不到3天破3亿 目前累计播放量已经突破4亿 与此同时 该据在微博上的话题阅读量高达18.9亿 在大盘都被奥运会给占去大半之际 还能有64家的热搜数量 抖音上也顺手 就拿下了两个第一 另一边根据猫眼数据显示 你是我的荣耀 的战报也是非常漂亮 连续三天热度日冠军 连续三天播放量日冠军 照目前的态势发展 冠军基本是可以保持下去了 这样算下来 这部剧仅开播4天 就拿下了8个冠军 无论是流量还是热度 你是我的荣耀 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不过但凡是看过这部剧的配置 就知道这部剧一开始就是冲着爆款去的 是腾讯今年重点的S家大剧 迪力热吧 杨阳双顶流主演 这俩人堪称是国剧界颜值天花板 编剧监援作者顾曼是近十年国产BG剧之光 一系列现代言情大爆 都是出自她的手 珊珊来了 何以声肖默 微微一笑很倾城等等 最后这部剧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它依托于日活跃用户超过一亿的国民游戏 王者荣耀 演员粉 原著粉 游戏粉 随便哪一项都足以支撑这部剧成为爆款 但这都是场外信息 这部剧没有正式开播之前 唱衰的声音可一点不比较好的声音小 问题还是出在主演身上 迪丽热巴身为内娱顶流女演员 这两年可算是糟心透了 凭借凤九活起来后的单人剧集 三生三世枕尚书 因为剧情老套 制作粗糙被吐槽 今年播出的《长歌行》 更是一度被女二咽压的热搜 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另一位顶流男演员杨杨 也面临着一样的情况 她在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 拉面师傅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 路人可真的担心 这次杨杨又乱用她的帅脸 在剧里呈现出油腻耍帅的画面 在这部剧里 迪丽热巴告别了尴尬 杨杨也具有成功 而当隐患通通消除 剧集的质量也顺其自然超预期了 你是我的荣耀 是一部援助党的胜利 甜丑爱好者的福音的剧集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她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深度绝对惊喜 就目前播出的剧集来看 她的暑期爆款 相基本已经定下来了 近些年的IP改编 大部分剧集都是改编的妈都认不到 而且烂剧的占比极大 这就让大家对IP改编恨大于爱 可这之中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顾曼的IP 顾曼的IP改编剧 基本上就没有铺接 一方面她的小说适合改编 另一方面则是她或多或少都参与了编剧工作 但你是我的荣耀 还不一样 顾曼不再是编剧之一 而是只有她一人 完全由她一人操刀 所以这部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援助党的胜利 剧集基本是按照小说一比一拍摄的 如果闲剧更新慢 还可以直接无缝衔接去看小说追剧情 先简单说说剧情 热巴饰演的乔晶晶是个超级大明星 她是王者荣耀的代言 公司为她打造的人设是游戏高手 但其实她是个游戏菜鸟 一次意外伏笔 她在小号上玩游戏的视频被泄露到网上 因为技术实在太差 引起了群潮 这不仅会影响她接下来的戏 还会影响到她的游戏代言 挽救的办法就是要参加一个多月后一场娱乐赛 向网友展现自己的实力 为此乔晶晶必须再在一个月内苦练游戏 于是她用QQ小号又注册了一个游戏号 没想到在游戏中遇到高中时期 自己曾表白过 但被拒绝了的男神于途 于途如今是航天工程师 因为经济上的压力 正考虑放弃梦想选择面包 正处于休假中 为了打发时间这才玩起了游戏 十年后再相遇 于途游戏也是大神级别的 乔晶晶制造了俩人的重逢 还让于途担任她的游戏教练 在频繁的接触中 乔晶晶再次对于途动情 而于途也发现最理解自己梦想的 竟是这个自己曾经拒绝的女同学 俩人就此开启了一段浪漫治愈的暖爱之旅 剧中无论是选角还是剧情 都秉承着一个标准 还原 原著中的主角一个是从小美到大 现在还是超人气大明星的女主乔晶晶 是一个全民女神的存在 来看看剧中热巴的出场 这个转身 这个妆发 这个眼神 完全就是国民女神的样子 此后在剧中 基本上每次出场 都能用颜值给观众惊喜 杨阳基本算是顾曼御用的小说男主了 继《微微一笑很清诚》里的肖奈之后 杨阳再次出演顾曼小说的男主于途 于途也是学霸 也是校草级别的 杨阳的颜值不仅完美 全是剧中三十岁的于途 穿上校服 放下刘海 帅气中带着一点青色 外形符合 还得看人设 在这之前 比利热巴最受欢迎的现代角色 应该就是《克拉恋人》里的高文了 好巧不巧 高文也是表面上看着是大明星 但是私下却可爱得要命的人设 所以对于热巴来说 乔晶晶这个角色演起来很熟悉 而且乔晶晶作为主角 在人设上比高文更讨喜 首先就是女主基本的人美心善 这部剧里大明星这个身份背景 基本上没有给她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虽然是女追男的设定 但是乔晶晶不是傻白甜 她的追爱之旅既理智又克制 在她设陷阱引导于途给自己当教练的时候 套路之深是可以出教程的程度 先是通过小浩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然后用皮肤收买于途的好友 让他们带着她打游戏 再通过净水器作为一个契机 串联起两人的关系 紧接着利用净水器出问题 以及各种于途无法拒绝的理由 当然还有队友的助攻 成功将于途片来面积 这时候再将两人是同学的关系录出来 这个时候于途就没有拒绝当她老师的理由了 这样聪明可爱的爱情剧女主 确实少见加分 然后就是她的反差萌 顶着大明星的头衔 做的事全是小女生的事 一边想吃肉 一边小心翼翼地计算卡路里 一边出手阔绰给于途挣面子 一边小算盘 打得溜溜的 用几百块的酒来做伪装 一边说着要于途让她赢 但也想要赢得光明正大 她在私下和于途相处的各种小表情 完全让人忘记她在外面是个大明星 真的非常讨喜 这样的乔晶晶才会是于途梦想道路的一束光 可以陪伴在她身边 看来热巴终于找到了最适合她的角色 抓到了王炸密码 因为剧中人物的年龄设定都是在30岁 所以于途的人设在校草学霸之外 还多了几分工作后的沉稳和无奈 从学生时代起 于途的志向就是星辰大海 大学时因为父母反对选择了发展前景好的金融行业 但等说连读时 她还是选择了自己的梦想航天事业 毕业后 她也顺利成为航天学院里的设计师 原本守着自己的梦想 她倒也没有什么不满足 直到父母瞒着她来上海看病 住一晚上几十块钱的小旅馆 她动摇了 看着身边本科毕业从事金融的同学 都飞黄腾达了 于途深感愧疚 她开始想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 为了自己的梦想 没有给家人最好的 于途的沉稳和乔晶晶的机灵俏皮 就是这部剧最大的看点 在这部剧里 王者荣耀 是媒婆 男女主的职业是助攻 一切都是为了推动剧情 也就是甜甜的恋爱服务的 譬如乔晶晶玩着游戏 于途突然伸手去触碰乔晶晶的手机屏幕时 不经意间手指掠过乔晶晶的发烧 这一刻世界仿佛慢下来 静下来 可以清晰听见乔晶晶的心跳 这场景不就是韩剧最常用的套路吗 再比如于途约了乔晶晶去影院看电影 为了保护她明星身份 两人分开行动 在进入影院的时候 她一个不好意思 这里有人吗 我在桌上捡到这张电影票 就算是乔晶晶这种混迹娱乐圈多年的 都被撩到禁止 更何况是荧幕前的我们 再比如乔晶晶想要偷拍于途的睡颜 一个不小心直接摔到她身上的慌乱 不过乔晶晶的段位也高 她给于途发的那句可视 你已经是见过最多星星的兔子了 真的太会了 再有就是两人不经意的手指接触了 突如其来的眼神交汇了 都是暧昧分为值拉到最大的画面 舔死个人 目前剧情发展水到渠成 所有桥段都是有理有据 没有工业堂金 没有第三者 没有误会 只有两人各自的成长 这么良心的都市爱情剧 完全当得起本年度又一部舔宠剧范本 你是我的荣耀 虽然不是电竞剧 也不是航天剧 但是在这两方面的表现上 剧集也很细致认真 剧中对王者荣耀的游戏呈现 肉眼可见是花了钱的 特效逼真 视觉效果相当好 不少飞游戏 观众看完 甚至都想下载一个游戏一起玩玩看 而在原著里这莫不多的于途的航天工程师这条线 剧里也有一定深度的表达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剧航天部分都是经过专业人士的修改和审核的 编剧兼原著作者为了能让剧情更加严谨 曾拿着自己的稿子找航天专家审稿 事实上 剧中通过一些剧情展现 让我们对航天工程师有一定的了解的同时 也借用于途的挣扎 引出了对航空人艰难处境的思考 对航空人艰难处境